年輕人分起兩輛電動車 來到派出所門口 然後站在車旁等候 沒想到其中一輛電動車 竟然起火燃燒 把他們嚇壞了 衝進派出所報警 還趕緊拿起滅火器滅火 無奈車子的電池起火 怎麼滅都滅不息 水珠交不息 電動車持續冒煙 他們一度拿起剪刀及電鋸 要把線路剪斷 或是把電池切割開來 還好沒有造成人員受傷 有人倒在樓邊怎麼沒在喘 27日凌晨3點多 少年們原本要去吃宵夜 見到有人入島報警 原本要到派出所協助製作筆錄 沒想到電動車意外起火 而且這還不是頭一次 25號清晨3點多 同一票年輕人騎乘的另一輛電動車 也曾在路邊起火 這次在派出所前燒起來的電動車 他們說為了增加續航力 曾花了近20萬元改裝過 在台南26日深夜近11點 安平區的大樓12樓火警 濃煙直串 造成屋主53歲的媽媽及23歲的女友遭嗆傷 而消防人員在現場發現可疑火源 屋主說電動腳踏車的電池 用了兩年的時間了 當時正插著插頭在充電 每多久就起火 還好火勢即時被撲滅 沒有釀成更大的災害 TVBS新聞張立玲 顾守昌南部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